好天氣到週末告一段落了 中央下局表示20號開始會有微弱封面通過北部海面 原量增多東半部會有短暫震雨情形 一直到週末雨勢才會舒緩 氣溫才會慢慢回升 建議民眾這個星期出門都還是必須攜帶雨具 上週末因為南風影響 儘管天氣不錯 但不少民眾家中地板普遍潮濕 而週二20日起東北気風增強 氣溫下降水氣見真 雖然不會有明顯潮濕現象 不過本週一直到週五都容易有短暫雨發生 尤其局部山區更要注意 一直到週末雨勢才會趨緩 今天開始在北部就有一道封面 微弱的封面影響我們 所以今天早上可以感覺到天氣就比較涼了 那明天開始這股微弱的封面 它東北風會增強 然後那個華南雲雨 那個雨區也會接著東移 所以基本上22號到24號 大概整個東部的天氣都不是很好 然後局部的地方雨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比較好的時候 大概叫25號開始 25號開始大概東北風就減弱 然後氣溫開始回溫暖 然後雨水也會比少一點 不過還是在淫風面上啊 還是局部的地方會有些雨的情形 所以整個週看起來花蓮的天氣都不是太好 然後早晚也會偏涼 這週天氣形態呈現四部渠的變化 早晚偏涼 週二晚上開始時涼到週五 週末雨勢才會趨緩 淫風面及三區仍有短暫雨發生 19日是農曆24節氣中最後一個春天的節氣 古雨 意味整目春到了 萬物開始生長 呼籲民眾留意天氣變化 外出記得攜帶雨據 記者長方夜華蓮詩報導